好会慢慢变坏,坏会慢慢变好,这就是天道的这个 阴会变阳,阳会变阴,光是阳它也不会变,只能慢慢的转化 孤阴不胜,孤阳不长 好坏,善恶,君子,小人 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扭转一个观念 就是说从天道的角度,无形的角度,这些都是存在的 只会变量,量会变质 就是人它有衰老,有高峰 你再强的王朝,它也不能长久 你只能让它对后续的影响 保持的长一点,那人能,仅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规律,自然规律 我们要强调一个什么呢 君子,说我是没有小人 问题就是自身为君子,这人没有百分之百好 这个三七开也了不起 纯怎么样呢 就是历史上那种,刚正不合的,曹子 这个,这个,这个,包公呢 包括什么,韩瑞,设法 这个,李世民多少次要杀位置 不是他身边的这个,长孙,皇后 他怎么能,他怎么能 这种案例 很多 就是你真的那样 就是什么你就 就直言 直言不会 第一个,你能百分之百对吗 就算你对 你对人的这个态度 不能接受 那是天子 不要说君臣了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父子啊 就是什么什么 领导 甚至说夫妻啊 长辈啊,晚辈啊 这个都要懂 你要让人首先听得进去 然后 你再怎么好 也要机会教育 不是说你不停的说不停的说 事情都过去了 是吧 在关键时候 从小 这个这个苗正了 然后慢慢的 你就不用太管 这就要无畏 他们自然会适应 其实我很多人 眼睛都是容不得沙子 你要君子 斗得过小 才叫君子 才配叫君子 这样你就厉害了 你就 实际上这个君子 你就是上升一个层次了 就是清官更难当了 包括英雄 你要过得让美人关 你才叫英雄 真正的英雄 不要儿女清朝 你感情不顺 像我到现在还没有 所以 就要把你的这个心放大 随缘嘛 尽力就好嘛 无怨无悔嘛 这个 很多时候当时是好 事后过了一段时间不好 那朝代怎么会 那最了不起的这个周朝 八百年 没有再超越的 再往前呢 那可能是有 但是 甚至于这些史弦的东西 我们没法去追究了 他都是有这个 王朝更替醒出 到最后呢 那肯定是出了问题 那哪儿出了问题 那就是不好 但是已经这样很好了 就不错了 这个养保时的时间长就很好 因 它自然会到来 那下几个我们 继续这个好坏 我们说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失败